每個月的事情都有延大 就像剛才講的 非和家園綠能的建設是有所延大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持電業法 來推動這個綠能的產業 但是還有其他的改革 包括年紀的改革 司法的改革 轉型的正義等等 都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今天早上我接受中生葉世臺的訪問 他說蔡總統像梅克爾 還是像英國以前的首相 社羲爾 我說他有兩個的正直 他有決心要好好的推動改革 就像英國以前的女首相一樣 有這樣的決心有毅力 一定要來推動改革 但是他也像德國總理梅克爾一樣 不能夠很庄原地去做 就是這樣的活動 把所有的